这辆灰色奥迪Q3汽车是尹女士在2020年下半年购买的 当时花了不到30万元 最近两年车子多次出现渗水的情况 第一次也是漏水出现在这两边 滴水滴下来我自己开车的时候 因为夏天穿了个凉鞋滴在我脚上我才发现的 尹女士的车子是在滨江买的 平时在林平区使用 每年会开五六千公里 发现车子出现问题后 她就近在杭州林平的中生锦奥奥迪Sys店进行了检查 对方说是排水管堵了 进行了疏通 然后第二次漏水是 22年的9月份 我无意间去扯了副驾驶店 因为东西掉在下面了 我去捡 然后手一摸下面 就是水直接溢在我手上的 这次尹女士还是将车子送去了中生锦奥奥迪Sys店 工作人员检查后发现是天窗有问题 对相关零部件进行了更换 第三次就是前几天 我发现这个上面开了 我说是不是有点漏水 后来过了 因为后面两天都下雨 我看了一眼上面开始有水渍了 这次还没确定维修方案 尹女士希望能有个保障 我车子马上过质保了 你至少如果说你给我保证一下 就是我的车子 如果再出现这样的问题 你是不是应该给我免费给我修 因为我现在就两年半的车子 杭州林平中生锦奥奥迪Sys店的工经理介绍 车子第一次出现问题时 工作人员疏通排水管后就解决了 第二次更换了天窗盖板 然后这次的话就是 我们也跟厂家技术老师 就是从我这边了解到 了解过了 就是说如果说还有天窗漏水这个情况 经过排查 在质保期内的 我们也会给客户进行维修 工经理介绍 从目前的情况判断 三次漏水发生的位置不同 不属于反复维修同一个部位 针对尹女士的盐保要求 他是这样回复的 就是说如果说 它的三年质保期到了 那么我们新换上去的 这个零部件一年嘛 你如果说要我们店里面 保证这个以后 不再出现这个问题 那我讲觉得 车子也是一个机械的设备 也会老化 也会可能其他地方 也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对吧 这个我们肯定是保证不了的 经过沟通 工经理建议 尹女士在车子出质保前 一两个月 再来店里 免费做一次全车检查 1818黄金眼 记者报道 这样子就会了 一两个月 一两个月 还有这些时间 这两个月 这三个月 非常快 这两个月